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去跟各位正式的介绍 所以点选档案 这边新增 点了新增之后呢 这里有非常多形式 你也可以线上来去搜寻其他版本 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空白的 就是从零开始建立 好 那我们的目标因为是想要去建立一个海报 所以海报无非大概你们觉得会有哪几个东西 海报的组件 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把背景设计好 讲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个圣诞晚会活动的海报 就是我们在制作海报之前 你应该会有一个发想 因为我们是文案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应该是有一个活动 我才需要海报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会先放一个 跟例如说这个活动相关的主题的相片 当做是背景来去呈现 所以我们会有背景 背景 然后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 一个例如说主题 主题 什么什么一个主题 当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主题啊 就好像一本书的一个书名 或者是活动 总要有一个名称嘛 好 所以有标题 还会有什么 次标题 次标题 再来可能就会有插图 插图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我们会有其他的图片来去说明一些事情 好 大概就这样子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海报 你也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开一个新的档案 大概知道有这四个主题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主题呢 第一个我们要有背景嘛 背景 稍微注意一下背景 先把这个字啊 要有背景 第二个就是会有什么 标题文字 标题文字 还有次标文字 再过来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其他的图片 那当然如果说你 够就是 就是可能有时候 我们会在海报里面加表格 或加其他物件 随便你加 所以也许我们就加一个其他物件 我只是说稍微在打字的时候 因为等一下我们第一个就要介绍里面的例如说标题文字字的概念 那你会发现刚刚我在打的时候啊 是什么 这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讲 顶领点是什么意思 红色是什么意思 之类的 那我们大致上 开一个新的档案 来准备去做海报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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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